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4月5日7点27分联合报记者冯敬慧及时报导原在竹科工作且担任主管的魏志豪 四年前放弃十几万月薪成立名股农业生计日前得到好时好事潜力独角授奖 获得70万市场验证金及30万海外加速竞赛赞助金 魏志豪原在竹科光电业工作负责职务照明领域的开发 同时在职进修台大生机系博士学位 由于他有过敏体质 每周要通勤台北新竹所有事情都积在一起 因为太劳累免疫系统变差过敏大发作 刚出生的孩子也常过敏气喘 一发作就要挂急诊住院生活一团糟 小朋友的身体难受大人的心里也跟着难过 魏志豪说他开始在家里建立一个三平的小型植物工厂 研究环控栽培中草药 历史他博士论文的题目 从一个小盆子植种两颗蔬菜 到种满整个家 一步一步慢慢来 魏志豪说 环控栽培可以提升作物的生长速度 除了好的栽培环境 还要给予适当逆境 才能成长卓越 他们开发逆境配方来种植中草药 有效提升活性 以纯有机食材取代昆虫 生产出纯素的虫草 没有重金属及农药问题 目前有四件虫草发明专利 魏志豪说 他很感谢太太和父母的支持 因为薪水落差非常大 现在薪水不到之前的一半 最惨是一年长达十个月都在赔钱 每天都觉得是经营的最后一天 幸好每次快要活不下去时 都会有贵人相助 包括这次的好时好时加速器 加速器是我们的救命稻草 魏志豪说 团队成员都是技术出生 对市场和行销很不熟 加速器的业师 协助他们调整商业模式 现在公司已经上轨道 限利药局等通路 若有固定 大型的器座订单 每月可固定赚到50万至100万 也正和国外保健食品厂商洽谈 希望打入马来西亚的直销商 预估2019年能达成千万营收并损益两平 此外为了持续优化栽培条件 公司目前也与台大生机系合作开发 利用影像辨识系统合为气候监控系统 可预测产其产量筛选优势均种 图为家庭植物工厂 图 未知豪提供分享员在竹科工作 且担任主管的未知豪 放弃十几万怨心 投身农业生计创业图 未知豪提供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